星期五的晚上9点钟 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志宇 今天开始呢 我们要持续带来看到的是各地的野火灾情 尤其在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在西班牙的一个岛屿 叫做田尼利夫岛 它其实上来都是西班牙人的这个度假圣地 很多人都会特地呢 到这边享受这个阳光沙滩比基尼 不过现在却变成一个野火肆虐的炼狱之地 怎么说呢 那这个地方其实在非洲的西北部的沿岸 叫做迦纳利群岛当中的一部分 但其实现在正是野火的季节 而快速延消的状况之下 也导致了2600公里的土地 其实快速的有火势蔓延 而且这个长度大概是41公里 那现在呢很多人都很担心说 因为火势不只是火需要让人比较紧张一点 它的浓烟也有可能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所以现在当地政府就希望 希望大家能呆在室内就尽量的呆在室内 而且呢目前部署了370人 总共17架的消防飞机 希望能来控制火势 不过相关单位倒是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悲观 因为他们说这次的野火是40年来最复杂 最难救的野火之一 不过现在我们说全球很多地方都是野火肆虐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加拿大 现在也持续的在烟烧当中 370农烟密布把天空染成一片灰暗橘色 火势已经失控蔓延1800公顷 至少撤离3000人 不止西班牙加拿大西北地区也发生山火 火势一路逼近首府黄刀镇 加拿大政府宣布疏散令撤离多达2万居民 全球各地饱受野火肆虐 然而现在夏威夷冒移岛的山火危机还没解除 因为现在灾区空气中恐怕有大量化合物 污染空气和水 夏威夷官方表示山火过后的空气 会产生大量有毒化学物 可能对居民造成长期的健康风险 TBS新闻综合报道 好非常谢谢陈良还有杨美云 以及秋秋跟我说晚安 我在这边也再次的跟大家说声晚安 不过其实TONY TONG也告诉大家水火尤其没有错 刚刚看到是火势 现在大家其实也很担心是说在全球各地 也都有洪灾的情况发生 尤其现在天气正式乱了套 我们要来看到魁为84年 飓风有机会登陆美国的加州 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是太平洋的热带风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飓风叫做西拉里 已经正式生成了 而且它的目前路径看 有可能持续的往加州的方向来前进 而且有可能穿越南加州 为什么这个消息这么特别呢 因为在过去要有台风 侵起加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大家说到加州就会想到阳光嘛 但现在呢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84年来第一次有台风经过了这个地方 飓风来说的话呢 其实上一次已经是1939年了 当时是在洛杉矶登陆喔 而且呛刷了这个降雨量的新记录 总共造成了45个人死亡 损失达到了200万美元 而这还是当时的状况喔 那现在如果再去清洗的话 恐怕造成的危害又会更大 尤其呢 当地的棕榈泉地区 也是个非常热门的观光景点 度假景点 现在呢 大家也很担心 因为当地野火刚肆虐过 如果这时候再降下巨量的豪雨 的话恐怕灾情也都会更加的严重 不过我们要持续来关心 说到美国 大家现在还是特别关注的 就是夏威夷的冒移岛的部分了 现在当地的状况如何呢 一起来看这则报道 夏威夷冒移岛大片残骸中 隐约可见红色屋顶建筑 助力原地没有被野火波及 建有百年历史的老教堂 里头圣母玛丽亚像完好无缺 被称为奇迹教堂 只是野火后冒移岛显得空荡荡 过往排队名店 消费者少得可怜 夏威夷到现在还是经常有强风 当地消防员人力不足 居民只能拿起宝特瓶装水 浇西隐藏火苗 美国警方证实这次野火 有不少儿童被烧死 这位年轻的志工 也失去年仅15岁的弟弟 夏威夷死亡人数攀升 带贸易岛防灾部门官员 却因为这句话被骂翻 声称不想警报 是怕民众误以为 有海啸跑错地方 结果遭痛批 简直是羞辱人 这名防灾官员最后闪电请辞 美国今年天灾频传 加州也开始挫雷蛋 太平洋热带风暴 西拉里周四增强为飓风 并持续往北 预计将成为84年来 首次袭击加州的飓风 电新闻综合报道 没有错 我刚刚看到留言 其实很多人在关心我 怎么回来了 我现在呢 其实在2100看TVBS 看世界这个时段 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国际新闻 然后威廉谢说 大家印象当中 都是2018年当时的 成奸气象的治愈主播 谢谢啦 我希望大家还记得 当时的我跟现在的 我应该没有差太多吧 然后威廉谢也告诉大家 下周要去LA 所以说接下来 也许他可以跟我们来一个 特派连线 不过现在我们要带来看到 是一个算是在柬埔寨当地 获得民众关注的一个消息 因为在柬埔寨 竟然出现了当街截囚的场面 而且被截囚的这个囚犯 竟然是名台湾人 他其实是一名诚姓男子 他在过去都有贩毒的前科 而且在柬埔寨可以说是 事业做得非常大 当时他其实是在2009年的时候 在柬埔寨被逮捕 因为他的事业实在太大了 被重判52年 到现在算下来的话 已经被关了14年多 但是他其实到了狱里 他还是继续做他的贩毒事业 竟然还会用一些社群软体 然后用手机 跟他其他的外面的对应的 相关的毒品贩子来一起联络 甚至他其实在狱中 也不断的吸收他的小弟们 那这些小弟出狱之后 他也请他们 从事一些跨国的贩毒事业 所以当然这个当街截囚的场面 让当地的警方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据说这名诚信囚犯 他当时说他自己牙齿痛 牙齿痛之后 他希望可以保外就医 这一次是出去第二次了 没有想到当他一下车 走进了这个诊所之后 马上就5名的嫌犯 把他层层的压制住 也把狱警来压制 甚至就把他带出去现场成功的截囚 所以现在警方也都是持续的在追踪他的动态当中 最了解这名45岁的诚信男子 他其实为什么大家认为说可能是自导自演呢 因为他现在45岁嘛 如果再关这个30几年的话 恐怕会老死欲踪 所以袁警很担心 也怀疑说他根本就是自己策划整场的截囚事件 那未来他有可能到哪里呢 警方现在持续的侦办进度之下 已经是把4名的嫌犯统统抓到了 但独独这名诚信囚犯是还没有找到 一般来说如果他要离开柬埔寨的话 通常会先去越南或者是辽国 再转往中国大陆 不过现在柬埔寨的警方 是希望可以板块把他抓回豫州 而有最新的进度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掌握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我们昨天的头条告诉大家 马来西亚发生了小飞机的坠机意外 而现在最新的画面 其实从这个画面来看的话 这个小飞机当时竟然是笔直的坠落 到这个高速公路上 所以在今天到了中午 这个相关人员把所有的现场 通通清理干净 才重新的开放现场 不过根据他们的描述 在空气当中都还是可以味道淡淡的汽油 还有烧焦的味道 而现在要调查空难意外 最重要的就是黑盒子了 黑盒子现在是找到了 不过因为他这一架是个小飞机 所以说他并没有装所谓的飞行记录器 所以到底事故原因是什么呢 都还是要持续的在调查当中 但这一次在这个飞机上有两名的机组人员 像郑机师他其实才42岁 在之前是马来西亚航空的这个机师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就退休了 离开了 之后变成私人机师 没有想到在这一次发生了意外 同时他在这个死前 也就是在这个意外发生前的25天 他才跟他的妈妈碰面 当时他妈妈在住院 而且他还跟他的妈妈说你好好休息没关系 之后我会带我的孙子一起来看你 而且跟他说我爱你 还有就是罹难的副机师 他的太太遗孀就在Instagram上面 发了一个讯息说他看到这个消息 非常担心他的老公 所以传简讯问他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讯息 再没有人会回复他了 让他觉得非常难过 而现在事件的调查状况如何呢 同样我们透过新闻来告诉大家 不用路上出现大片焦黑 还冒着火苗语焉 马来西亚周四发生小飞机失事意外 大大小小碎片散落一地 也显示当时坠回力道有多强 马来西亚民航局初步调查显示 下午两点多 小飞机从兰卡威国际机场出发 要前往舒邦机场 在两点四十七分时 首次联系塔台 一分钟后取得降落许可 没想到随后就发生意外 塔台在两点五十一分 发现有农烟冒出 奇怪的是小飞机也没发出求救信号 飞机上含机组员与乘客 共八人全部罹难 撞毁四三的飞机碎片 也波及到一位汽车驾驶和机车骑士 两人当场身亡 这也是马来西亚近十年来 第一次有小飞机坠毁 波及到地面百姓 至于机上乘客 则几乎都是政治人物 目前失事原因还在调查中 空难小组也已经找到黑盒子 希望尽早了解坠机真相 给罹难者家属一个交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说到瓦格纳集团 大家会想到什么 是一个很有名的拥兵组织 还是战争 矿产还是黑金呢 不过现在他们似乎 搬到了白俄罗斯后 之后完全的改头换面了 因为根据英国媒体调查 慢慢发现说 他们当到这个白俄罗斯的时候 现在变成一个教育机构 哇 瓦格纳变成教育机后 我真的还不知道他们要 开班授课教什么 大家觉得他们会教哪些科目吧 欢迎留言告诉我 因为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反差未免也太大了吧 而且BBC在继续调查 他们发说其实同一个地址 在7月份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间公司也登记在这边 这间公司是做什么的呢 是不动产公司 而且背后持有的人 其实就跟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个人物有关系 就是普里哥金了 他就是这家俄国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说到瓦格纳跑到白俄罗斯去 让很多邻国都非常紧张 尤其是立陶宛 立陶宛在这个月稍早宣布 就说他们要针对白俄罗斯的 这个过境的六个点当中 他们要关掉两个 有哪两个地方呢 一个是舒姆斯克 另外一个就是特维雷斯 这个两个点也会因此关闭 好 我们再来看到俄乌战争 当然双方的军事将领的健康状况 又有高阶将领突然去世 俄军上将 日德科图传病逝 他因为没有攻下 关键的哈尔科夫 遭到普清撤换 知情人士认为 他的死因恐怕不单纯 俄罗斯先前许多负伤军官都传出坠楼或离奇病死 这个月还有一名普清黑海行工的警卫官离奇死亡 不过白俄总统说 普清的兵权并没有被削弱 中国大陆也与双二越走越近 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特别走访白俄 寻求更紧密合作 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已经同意让丹麦荷兰提供F-16战机给乌克兰 只要飞行员完成训练就可以立即交击 TVS新闻综合报道 哇哥那如果是教育机构 大家到底要教什么课 我发现大家的这个想象力都非常丰富 像是潜水人就说是一个战争的补习班 吴振勋也说可能会教怎么洗白 飘飘然也说应该是教人战争吧 的确他们到底要开什么课 还是只是榆木混珠呢 当然当然大家觉得是满满的问号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其实我们生活的小地方 也要特别注意到健康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戴这种智慧的手表 现在有专家去调查发现说 竟然这种智慧手表的表带上 要小心藏着满满的细菌 而且他们去抽查 发现说95%的表带都有细菌 尤其是两个材質特别注意 一个是橡胶 再来就是塑胶的表带 我相信这种智慧手表 大家应该都还蛮常戴的啦 而且这个95%的细菌 其实都是有害细菌 像是有葡萄球菌啦 大肠杆菌 还有绿农杆菌 都在这些表带上验得出来 不过为什么特别是塑胶表 大家要特别注意呢 因为专家告诉大家了 大家看到这种塑胶板带想说 他防水马就会带着他去运动 运动完也没有做好良好的清洁 因此才会造成细菌滋生的情况 所以大家如果带这种智慧表带 智慧手表去运动的话 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到 好好的清洁了 再来我们来看到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很喜欢在网络上看这个火箭发射 如果你也很喜欢看的话 SpaceX的这个火箭发射的影片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而且会跟他一起期待说 有没有办法这次正式的升空呢 不过现在如果从财报上来看的话 可能会让大家会心一笑 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 SpaceX的第一季出现了小幅获利 获利多少呢 是5500万的美元 营收是15万美元 东英说终于挥别了两年来的阴霾 稍稍的获利 不过当然啦 还是有很多人对此 抱持的比较悲观的看法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 为什么他可能会转亏为盈呢 可能跟他的收费上有一点调整 是有关系的 第一个他的火箭发射的服务是涨价的 再来呢还有这个Starlink的月租费 一般的家庭用户来说 也稍微做了一个调整 他针对部分用户来进行一个涨价的情况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SpaceX的执行长马斯克 难道是看到这个财报 还有看到数据 先前好所以跑去日本玩吗 因为他在自己的Twitter 现在叫X的这个社交平台 告诉大家他终于来到日本这个神奇的国度 不过大家很好奇说你九年来都没有去日本 你这时候跑去日本到底干什么呢 大家有非常多的疑问 也很想的问问他 所以说也许他到底是去日本开发新市场 还是他是爱相随跟他的这个过去的一些恋人们 来相这个一起 可能同游日本 我想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讯息 会让大家知道 再来看到其实现在网红嘛 都很喜欢到各国去拍影片 不过有个美国网红到了这个阿拉伯 我竟然踢到铁板 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 穿着时髦开一辆大卡车 不时跟着音乐扭腰摆臀 这名来自美国休斯顿的女子 是在抖音上拥有18万追踪人数的卡车网红蒂拉 不过日前他却惹获上身 蒂拉4月10前往杜拜旅行 没想到跟当地人因为租车问题起争执 蒂拉情绪激动 一度对着对方吼叫 没想到警察就来了 蒂拉因为吼叫 骂人这些在阿拉伯都是处罚的行为 让她被控毁谤和破坏名誉 两项罪名 她的护照被拿走 只能在旅馆活动被拘留长达三个月 最后蒂拉的母亲必须支付1360美金 超过台币4万3的押金 才顺利让女儿回家 这次的经验也让她了解到 出国旅行得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 Tubes 新闻综合报道 Ana也问出了疑问 大家会戴着这个Apple Watch或是智慧型手表一起睡觉吗 好处当然就是你可能可以监控你的晚上的睡眠品质 但是到底能不能充电 小编也帮我问出了我的疑问 还有大家对表带的这个味道也非常敏感 像是威廉西就说了Apple Watch的 他带着这个Apple Watch跑步玩会觉得卡汗好像会有些味道 恐怕这也是细菌在你的表带上滋生了 再来我们来看到了恒大集团今天其实在我们的E8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讨论过 他现在在纽约申请破产会不会掀起骨牌效应呢 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8月17号已经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 向美国纽约的曼哈顿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让企业在其他地区进行重组时 位在美国的资产能得到保护 现在还传出恒大集团的创办人许家印的太太丁玉梅 已经变为独立于该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 而非许家印的配偶被质疑假离婚真脱惨 英港交所将配偶定义为上市公司主要董事 首席执行官或主要股东的联系人 去遵守一定的关联交易规定 此举被质疑或为技术性离婚 丁玉梅可在财务上与许家印进行分割 规避债务等问题 恒大集团破产加上大陆最大的地产商碧桂圆 最大的民营金融集团中职集团接连爆雷 外资机构纷纷调降大陆的经济预测 JP Morgan and Barclays cutting their China growth forecasts concerning particularly about further weakness in the giant property market there China's woes continue to help pressure Asia's stocks a modest rise as you can see in Shanghai But the Hang Seng now has fallen for five straight sessions 陆透社直擊 大陆民众前往中职集团旗下的中融兴托 抗疫前拿不回来 对于大陆模范企业 出乎意料的违约和亏损 背后除了反映大陆房市景气 超预期滑落 是否还潜藏着 大陆长线经济结构中 面临的许多问题呢 随着一块块股牌倒下 曾经风光20年的大陆房地产 预见维米 TVB新闻朱光宏陈向如 总和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到 这个恒大 如果它的债务重组 有机会吗 目前《华尔街日报》 来看的话难度极高 因为第一件事呢 是它的境外的债务 真的蛮高的 来到了190亿的美元 而且其实我们时间 回到2021年的时候 当时呢 它的贷款的杠杆过高 再加上一连串的债务违约 也导致说它在经济上 还有它公司的体质上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而且路透社就非常担心说 如果现在呢成长放缓的话 大陆整个房市会开始跟滚雪球一样 出现很大的危机 而且呢不只是房地产 也有可能蔓延到其他的领域 而经济学家夏业梁就说了 这种企业连环爆雷的状况呢 也反映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缺乏监管的 不过我们说到破产 一般来讲讲到破产 大家会想到的是清算 就是开始呢 把所有的公司的业务都停止 我就从今天开始就算正式的破产了 但另外一种呢叫做破产保护 就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些业务还是持续 但是透过这样保护的方式 让它可以重新的东山再起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之前的瑞欣咖啡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 不过到底怎么解读所谓的破产保护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好 博士我想要跟您请教 包括恒大集团现在在纽约申请破产 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应该是说它目前已经面临到要做债务的重整 那因为第十五章其实是一个破产保护 它并不是要进入清算的阶段 所以有可能看起来就是说 它希望藉由在美国做破产保护资产重整的方式 有境外的资产 然后重组完之后 看看是不是能解决它在离岸间的这些债务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它在中国境内还是有些债务 所以这个部分要看它在中国境内这方面的一些处理的方式跟原则 那如果说恒大的模式它可以运作很成功 那后续出问题的几个超大型的公司也可能会比照这样的方式去办理 那透过在海外资产的重组 然后让它取得一定的这个现金或是一定的这种资产能够回来挽救它的财务的状况 那进而把目前的这个卫报单慢慢的能够做拆解 所以现在很多专家都非常担心说 这会不会只是一个起点呢 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 中国道的房市似乎真的用连环报来形容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碧桂园还有远阳以及万科 现在呢其实都出现陆续的发现说 他们在资产上有一些跳票或是危机出现 但其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时间可能要回到2015年当时的时空背景 当时呢在中国大陆它的房地产是飙涨的 百姓的收入呢增长是赶不上房地产公司的扩张需求 而且当时会有一种玩法叫做456玩法 就四个月开盘然后五个月资金回正 六个月呢资金再周转这样选择的方式 其实就是在玩一种高杠杆的情况了 所以说当东西过度的膨胀 当然恐怕这个当泡沫破掉之后 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危机出现 不过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恒大会不会只是第一步 有没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呢 我们再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好博士我想要再跟你请教 包括碧桂园还有现在恒大集团是不断的传出 可能在债务方面有一些危机 它可能会不会接下来有一个连环报的情况呢 应该有可能会发生 因为这主要我们如果回顾一下过去美国的历史来看 它的房贷危机大概就是把这一些贷款者 他所收到或缴到的这些贷款 重新透过金融机构做包装 然后对国际商做销售 那虽然这一次中国大陆的房市 基本上开始出现违约 但是好在是说他没有能力去做国际金融销售这一块 所以基本上看起来影响来看的话 金融的影响冲击应该是在大陆的境内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对于他的房市的影响 逐渐的有可能会变成是购买者 持续在缴了钱缴了贷款之后 但是他拿不到房子 那这方面其实会带来一些社会动荡的一些问题 那因为中国政府过去这几年 可能逐步的把某一些民情上访的这些管道 甚至是可能的方式都封锁死了 所以如果说未来在中国房市上面 还有进一步的这种风吹草动 或是很大的动荡的时候 他可能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些社会的动荡 那所以对房市整体来讲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的乐观 但是还有一个变数会变成是说 在这个过程上面来讲 中国的中央政府 以及各地方的政府 他怎么样去应对这种 有可能会爆炸的这种社会炸弹 还有所谓的经济炸弹 因为那个房市所牵动的整个范围里面 不单只是买房 他后段还包含了像这些工人的薪资 原物料 还有这些建筑材料的这些拖欠 其实他可能会带来一连串的行业上的影响 所以这个危机如果没有投赛去处理的话 不仅他的金融会遭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有可能他的实体经济也会受到进一步的统计 哇 当中中非常关心我们TVBS看世界周六版到底要播什么 等一下我们也会预告 而且我已经录好了 先跟你抢先的破题 泄露一下 然后呢我们要再来看到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北京呢 如果你去到北京的话 常常会看到很多的三轮车啊 四轮车跑得快 在大街上到处的流窜 不过由于呢 他本身是没有经过审核的 而且在法令上也有点规避的嫌疑 所以未来你可能不会看到这个场景了 在北京街头遭交警篮下 这种电动三轮车 游的后面加挂棚子 能载人遮风避雨 还有这种四轮的 外形就像是一台小轿车 有驾驶甚至大胆到用电动四轮车 当计程车载客 电动三四轮车 在大陆街头上很常见 流行了十几年 由于价格低 车身小 穿梭街头向尾 不受限等特性 更是受到张哲喜爱 在市面上还被称为老人代步车 虽然作为代步工具很方便 但这些电动三四轮车 生产几乎都没有国家标准 也没有上牌照 不时造成道路安全隐患 一名老人骑着电动自行车 出现在画面中 很快一辆老年代步车从后方失败 又全部将电动自行车 连人带车撞倒在地 去年北京发生违规电动三四轮车 交通事故130多起 死亡超过百人 过去大陆国家汽车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就曾给这类车辆做过碰撞测试 一辆价格人民币两万的电动四轮车 从后方撞击后轮瞬间腾空而起 车头跟着损伤严重 最差这一款电动车呢 它本身在安全系统设计上几乎没有考虑 它本身由于并没有安全带等等 这样的一个约束系统 这个人乘坐的时候那个座椅 也随着它车的底盘发生了很大的变形 因为价格低 电动三四轮车使用的车壳零配件 通常品质低劣 官方取缔上路好多年 但始终履禁不止 现在北京带头决心要进 要求明年违规车辆 通通不许上路 要不合规的电动三四轮车 就此绝迹 我先处理一辆 我有两辆 因为那一辆不到你 那个没牌的没稳的 现在还没看好 就想先看看 在禁令生效的这段过渡期 官方鼓励市民主动将车辆交出回收 我们收超标 回完了以后就是回公司拆接 不低200 最高不超过800 回收一台车 最多才拿回人民币800元 因此回收速度缓慢 不少市民都还在观望 200块钱啊 这有点凉不难 4000多块钱买的 钱给何事 现在都处理啊 办了三次活动 现在是大概收了将近是20辆车 业主这一块 过来询问的时候也说说过来要开到年底 回收进度不理想 只好再加码 除了回收获取的金额外 加送米面粮油 吸引市民交出车来 以目前进度只能盼望在禁令生肖前 会有一波回收潮 官方要这些违规 电动三四轮车消失 民众的骑行习惯和配合度都是一大挑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到底是不是摩拳擦掌 准备要射弹了呢 这是南韩的情报消息 南韩的国家情报院就说了 有机上显示 北韩很有可能在峰会之前 或是举办的期间 来试着洲际飞弹来表达他的不满 而且在9月初的时候 有可能再度试射侦查卫星 不过为什么有什么事情发生 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这么气呢 关键就在美日韩领袖风味 今天晚上就要在美国登场了 而且这也代表着是 亚太版的小北约的态势 逐渐形成当中 当然包括中国大陆 还有北韩似乎都倍感威胁 穿着清爽的白衣黑裤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在妹妹金宇正陪同下 下乡视察刚遭卡努台风袭击的稻田 了解粮食短缺问题 但对金正恩来说 美日韩领袖在大卫营举行峰会 恐怕更刺眼 北韩可能再用试射飞弹来抗议 因为金正恩特别不乐见 南韩跟日本越走越近 专家也担心 美日韩领袖在大卫营会面 恐怕会让北韩跟中国 俄国更加深关系 美日韩似乎想形成亚太小北约 这也是北京最不乐见的发展 至于日韩领袖已经先后抵达美国 拜登周四也先以晚宴款待来访的日向岸田文雄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哥伦比亚爆发了强症瑞士规模6.3 而且它的距离是距离首都波哥大 大概东南方160公里的位置 深度只有10公里是极浅层地震 当然地震的摇晃之大 让很多人都逃到了街上去 而现在呢 余震还是不断地在发生当中 而哥伦比亚国会的屋顶雕像 也因为这一次的摇晃 而被震落掉到地上 刺耳警报声不断回响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街头 挤满人潮 周四正中午 当地净发生6.3规模大地震 我在第六层 有一个强烈的动作 地震镇央位于波哥大 东南方艾尔卡尔瓦里奥镇 深度10公里属极浅层地震 而主阵过后又发生至少四次余震 而且规模都在4.8到5.7之间 大批民众惊慌从高楼逃生踢撤离 打电话报平安时还惊魂未定 边擦眼泪边喘气 路上红绿灯也在剧烈摇晃 还有灯具店老板带着一家大小 赶紧冲出门 就怕里面灯全部砸下来 就像哥伦比亚国会天花板的雕刻 连同屋顶彩绘玻璃碎片一起砸落 硕信当时无人在场 但这场地震还是造成有人罹难 另外同样在东南方的 伟拉维新西奥市甚至传出发生山崩 当地有医院不得不将所有病人 连同病床疏散到街上 因为不断有建筑物碎片掉下来 民房单位也在调查是否有更多灾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大家都非常关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消息 像秋秋就说很久没有看他们姐弟俩的消息了 还有秋秋说北韩没事就是好事 然后威廉谢也告诉大家金正恩只要不要没事乱按飞弹的按钮 大家其实都要松口气啦 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他这样不断放话 其实也是一种希望大家关注北韩状况的一个方法跟一个态势 不过我们说到博取眼球博取关注 这样子的噱头你买单吗 原来是在美国的秘辛跟州有一个两方的独动屋 他们太担心最近的美国的利率太高 而且房市太惨淡了 所以他们开出了1块美元的起标价 换算成台币大概就是30多块 当然这么便宜大家都想抢着看 吸引了超过7万人 特地上网看这栋房子 一间两房已未遇的独栋房起标价多少钱 答案竟然是 没看错 这栋美国密西根州约20坪的住宅 以1美元起标 短短两天 网站就吸引超过7万人次浏览 但房产经纪人预估最后成交价会超过100万台币 翻修后整栋房子可能价值386万台币 对想抢便宜的人再好不过 因为美国30年房贷利率已经标破7% 创21年来新高 也就是大约贷款1933万台币 每个月就要还13万 还款额度比去年联准会升息以来 还要多55% 不过痛膨更严重的恐怕是南美洲的阿根廷 受证据不稳影响 阿根廷官方宣布批索贬值18% 恐怕让阿根廷113%的通膨率再飙升 冰淇淋价格翻倍 肉类也贵了四成 阿根廷震撼国际货币基金进行债务协商 希望拯救低迷经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在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 打开我的手机就看到了 在YouTube上面流传出了李文的这个录音档 在这个9分钟的录音档当中 他是严厉的控诉这个中国好声音 这个节目赛制不公 而且对他是激进羞辱 这个9分钟疑似他的录音档 讲的这个情绪也是非常的浓 甚至他的语气还有他的遭遇 都让听的人觉得非常的难过 而针对这件事情 中国好声音也发表了声明 官方是这样说的 他简单的回应说 其实他们所有双方的误会 都已经在生前就跟李文本人解开了 不过这个说法你能接受吗 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 但是其实现在光是这起事件 已经造成了群情激愤 大家都认为说 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 似乎太过夸张了 所以他的母公司在今天 股价其实也是硬声喊跌 金船暴跌了23.4% 市值半天就蒸发了将近百亿港币 换算下来其实非常多 就是407亿的新台币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 你能接受而官方的说法 你能买单吗 也先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消息 宽松长寿梯 今天上海批的件外套 歌手李文去年在街头被人捕捉 疑似在中国好声音录制后 离开酒店的身影 画面曝光了身体看起来相当虚弱 难不成在节目现场受了什么委屈 长达9分钟的英党在李文走后 与微博疯传 原来他因为点出赛制不公 而被节目组针对 接着指控导演组 在去年10月14号最后一次录影 不顾coco脚伤 抽开身边学员 让他独自踩高跟鞋 没人服 英党一出网友全炸锅 灌爆中国好声音微博 要官方给交代 17号晚间 节目组织轻描淡写 过去曾有的误会已消除 出于对逝者的尊重 不再多做解释 没给半句道歉 脚伤折磨李文一辈子 这情况宛如雪上加霜 死后才被公开阴打 也让粉丝感慨coco 究竟还吞了多少 不为人知的委屈 TV选取大会怎么却谈不到 最近消息我们带来关心到 是在台北市的南港地区 出现了天坑 而且对周边的交通 有没有造成影响 我们马上要连线给人 在现场的记者 庄凯玉来告诉大家 是的台北市南港区南港路三段 今天傍晚出现了一处天坑 现场道路因为不明的原因塌陷 导致地面上出现了巨大坑洞 警方获报后前往现场 目前已经将附近的道路都封闭 避免车辆进入发生危险 至于详细的发生原因 违和台北市政府公务局 和新建工程处都已经到场开挖来离清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现场 那也请水利处还有卫工处 还有新工处赶快去了解状况 那并且能够赶快修复 也提醒大家经过这条路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 另外入业后工程单位 已经持续施工 人员也下到坑洞内 查看要如何补修 另外这也是近几个月以来 台北市三度出现了天坑 之前新一区崇德街的新建工程 因为施工的关系发生路面塌陷 另外大同区南京西路 今年7月也因为地下水泥掏空 导致路面的大范围倒塌 好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 当地的交通状况 如果在今天晚上 也要经过南港地区的话 要特别当心 不过今天的TBS聊国际 我们要带大家聊什么呢 是要带大家来看到是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我不知道大家去英国 应该都会到访吧 虽然他的这个名声 有正反不同的评价 不过现在这个大英博物馆 说到博物馆 大家会认为说保全应该非常严格吧 没有想到他竟然被偷了 而且偷他们的还是自己人 现在最新的消息显示 大英博物馆他们发现说 里头有一些黄金啦 珠宝还有宝石这些藏品 是被偷了 而且他是遗失遭窃或毁损 而且当中涉嫌出手的就是里头的员工 并且也启动了馆内的安全机制 来检讨相关的程序 不过到底被偷的是哪些东西 过去我们来看 博物馆其实都有前面跟后面 前面就是大家可能进到博物馆 会看到一些展间等等 但其实背后他有非常多的仓库 专门就来放这些珍贵的古文物 那这一次被偷的文物就在仓库里头 他们是在里头的 有储藏式的小件物品 因为一件一件 比较小件的比较方便带走 他里头呢 包括是西元前15世纪到西元19世纪的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黄金啦珠宝 宝石还有半宝石 以及一些艺术玻璃等等 基本上都是放在库房里头 没有对外展出的 主要就是要用来学术研究 没有想到被里头的员工 这个盯上了 而且就把他带出了博物馆 而且持续的在嚣张当中 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以现在来说 大运博物馆 这么大的博物馆 保全照理来说做得很好啊 但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偷的 而且被偷的时间 竟然都是在开馆时间 照理来说应该很多人都看着啊 像是在2017年来说 他们公布说 有一枚价值大概100万美元的 卡蒂亚钻戒已经遗失了 而且遗失多久 六年来其实都没有人发现 还有在2004年的时候 中国文物的失窃 还有在2002年的时候 有这个2500年历史的 希腊大理石的头像 也从这个基座的顶部被偷走了 这些展品消失的神不知鬼不觉 完全被很多的人 有心人给偷走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里头的 保全系统 那我们再来看到 现在说到博物馆 现在很多各行各业 其实都是经营非常困难 但我们今天想要带你来看的是 博物馆现在有生存危机 关键是什么 大家可能会觉得扯的有一点远 但的确就是这样 就是俄乌战争害的 因为俄乌战争导致全球的能源 大幅度的这个价格飙涨 所以连带让这个需要让展品天天都吹冷气的这些博物馆 还有这些相关的艺术单位都开始吃不消了 日本的科博物馆他们就出现了经营危机 所以他们想说到底该怎么办吗 既然这些能源的费用这么贵 要让这些展品吹冷气除湿的费用真的太高了 干脆他们向他们的国民这么热爱 博物馆的展品的这些国民来募资 上晚募资才短短9个小时 就破纪录获得了1亿日元 不过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先来看到日本的国立科学博物馆 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说里头其实有很多动植物 化石还有标本 基本上都要吹冷气 而且还有这个灯要打在上面 受到费用高涨的影响 他们其实已经经营不下去了 虽然说他们一直都有在控制些用电 还有相关的状况 用电量是减少了 但是费用反而还是比没有节电之前更高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这个费用有多高 所以他们在8月7号的时候 就脱购这个网络的群众募资 募资这个标本还有资料的收集费用 网站一开他们希望可以达到 金额1亿日元 只有短短9个小时就打标了 所以专家就分析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因为过去我们讲说 博物馆他们想要跟大家募款 都需要拜托我们博物馆非常辛苦 希望你可以帮帮我们 大家认为是无仇的来这个帮助博物馆 但现在他们打出一个最新的经营模式 就是说希望大家捐助我们 我们会给你一些相对应的展品 还有这个纪念品 甚至还设计了很多独家的活动说 例如说你可以来到里头啊 我们的馆长或是副馆长 可以带你有一些特殊的体验行程 用这样子交换吸引民众的方式 也让他们达持这一次的募资记录 但说到博物馆 大家可能会有部分人啦 会觉得好像有点无聊 不过现在大家开始把这个博物馆 当成一个互动式的场馆 而且有很多的新奇体验 到底有多新奇 我们一起来看 躺在月亮下与月球近距离接触 可能是许多天文爱好者的梦想 在智利首都圣地雅各 一场不一样的艺术星空响夜 利用3D复制月球 可让你美梦成真 这个由英国艺术家杰拉姆创作 曾经来台展出的 大型艺术装置月之博物馆 在多伦多米兰杜拜等地展出后 来到南半球的智利 这个直径7公尺的3D球体 是以NASA美国太空总署 勘测轨道飞行器的相机拍摄 透过高解析度 喷汇输出1比50万的月球写真 再以精密的制作缝合技术打造 月球表面大大小小的撞击坑 就近在眼前 让参观游客忍不住驻足拍照 不让3D月球专美于前 德国柏林的汉堡车站美术馆大厅 则出现色彩缤纷巨大的管状物体 这是出生巴塞隆纳的艺术家 法布雷加斯的作品 他希望人们用感官而非大脑 来看它的雕塑 这个历史悠久的车站大厅 是德国最大的展览空间之一 现在变身当代艺术展场 被约70个彩色充气软雕塑占据 从地面天花板到金属结构 甚至会发出轻微震动 把工业化的钢铁梁主建筑 转化为有机的生长空间 1988年出生的法布雷加斯 巴塞隆纳大学和伦敦的切尔西艺术学院毕业 这回是他目前为止最大的展览计划 光是充气和布展就得借助15人团队的协助 这场为特定地点设计的展览将展到2024年1月 觉得艺术展太抽象了吗 英国则斥资1300万英镑 相当台币5.1亿 在东伦敦改造全新的VNA 维多利亚与爱博特儿童博物馆 要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乐在其中学习 这座儿童博物馆是伦敦主要博物馆 维多利亚与爱博特的分馆之一 七年下来咨询超过两万两千名儿童 策划出三大展区 为零到十四岁孩童两身定座 没有雕像或百年画作 有的是在玩乐中学习的机会 博物馆正式开幕前 外界昵称凯特王妃的威尔斯王妃凯撒林 也特地到场主持落成典礼 在英国面临生活成本危机之际 这座儿童博物馆免门票 希望借此降低入馆门槛 确保在社会艰困时期 孩子们也有地方可去 推崇了综合报道 我发现对于博物馆的话题 大家都蛮有讨论度 像是这个无人机长说 逛搜狗博物馆 不过你可以把它带回家 那再来要来看 是威尼斯也说如果在鬼月的话 在这个月份恐怕是博物馆金魂业啦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喔 那我们再来看到其实台湾的经济 现在面临到一个下行的困境 到底今年能不能保益呢 我们一起来看到这周六看世界的精彩片段 其实来检视台湾的目前经济现状 还真的有蛮多的问题 第一个出口是疲弱的 再来制造业再调整库存 还有企业的投资转趋保守 我想要请教这个博社 我们今年有机会保一吗 而且我个人蛮好奇的说 当然我们讲说下半年 大家一定都会讲到的是全球的耶诞节的这个相关的需求 应该照理来说会比较多一点 这有机会来帮助我们台湾吗 我觉得目前我们来看一下以中经院最新的数字 其实目前大概预估值是全年经济成长是在1.6 那我们本来是看说 包括我们的经理人 采购经理人都预估Q3Q4会好一点 可是以我们P&I最新7月的数字 也就是那个国发会委托我们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数 7月其实P&I还是在紧缩的 那非制造业就是内需是非常乐落 我会用一个简短的句子来形容 就是制造业还在等待终端需求 亮出一路畅通的绿灯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从我们P&I的组成结构来看 就是说这一两个月 比如说像一二月的时候订单有稍微好一下 因为中国复苏优于预期 接下来又掉下来 尤其是4月美国好像又有一些银行要崩掉等等 那6月有一个补库存 本来大家都在期待7月 但7月这个数字看起来 好像大家都还是没有信心 补了一下库存就停在那里 然后啪啪了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 交货时间或是存货 你会发现已经很难再继续跌了 这几个月它都盘在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调节存货 都主要从供给侧去调整 很多企业都已经做了减产 像很多的钢厂说话都减产 都把它的一个产能价都放到低的不能再低 因为我看不见 然后我又知道现在资金很紧俏 所以我就很害怕 这跟民众面对不确定性要储蓄一样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信心不足 但是我觉得正面来看 就像我每次都会去电访经理人 在2022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在打电话给我们的经理人的时候 打过去那些采购经理员都会说 啊陈伯我现在好忙啊 我叫的东西通通都不来 我要拼命下拼命抢 老板说有单没货怎么行 啊我压力好大 但是到2022下半或2023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 干嘛说啊我现在也很有压力 我要叫他不要紧不要紧 存货爆掉拼命推 不然我们怕资金锻炼 但是最近在跟经理人聊的时候 他都说啊没较壞啦 但是也没较好 但是呢你再继续问他说 有没有觉得就是感觉非常的不好 接下来会怎么样 他说他会给你的回应就是说 看起来没有去年下半年这么恐慌 大家记得去年Q3Q4 那个一路整个往下的时候 我们Q4还是一个负的成长 GDP的成长 所以现在的心态其实没那么恐慌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在等待中断需求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中国 中国能不能在下半年 推出一个明朗的阵型政策 而这些政策可以从终端消费 拉动它的需求 这是一个关键点 所以这边我会觉得说 这个部分是今年的关键 以现在Q3第一个月来看 还没有非常的好 可是各位要记得 GDP呢它有激起的概念 去年第四季是负的 所以如果我们接下来没有重点 可能第四季会有机会拉抬一下 那现在来看 我觉得1.5 1.6前年的数字 还算是一个合理的区间 好 台湾也有保卫的保卫战 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有点月的保卫战 所以说今天礼拜五 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下 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从晚上的6点钟 一直到10点钟 都有精彩的新闻节目 要提供给大家 而且大家其实也都在跟我说晚安了 像潜水人啊 飘飘然啊 还有张忠忠都说 辛苦了也非常谢谢大家 然后Ana也说啦 这个博士是非常活泼 讲话很生动 那在今天礼拜五 我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咯 拜拜 TVV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